大家好,我叫文怡 我本書叫做《最好的日子,最壞的日子》 為什麼會有出書這個機會呢? 就要講回2017年的8月份 那一年我正在去西藏旅行 一切都很開心,很順利 但是去到行程的中途 我發現自己的助手開始動不了 即是他是無力的 然後再發展下去,就開始連左腳都用不了 但除此之外,我就沒有其他反應 吃得、行得、分得 後來就去了醫院檢查 發現原來不是高原反應 是我的癌症,再次復發 我本身15歲那年就有一個肌肉癌 在腳上,後來多年輾轉他的治療 發現輾轉到肺 但是病情也算穩定 直到我出發去西藏 去醫院檢查 做完CT scan後發現 今次就上了腦 但是事情還沒完 回到香港之後 發現如果要治療,費用是非常貴的 到幾萬元一個月 我家庭是一個基層 我們都沒有這個能力的負擔 所以當時就想了很多方法 如何拯救自己 結果就是接受了一些媒體的訪問 報導出去之後 很多人聯絡我 希望我可以解決我的醫療費用 當時就開始在Facebook寫自己的股市 第一,希望可以吸引到其他人的注意 留意到我這個人 希望他們可以捐款幫助我 第二,因為當時自己有些親朋好友 去交換 所以我們都有一年 沒辦法去見到大家 所以我就想 其實當時 癌症三度復發 由腳去到肺 去到腦 其實都可以說是目期的目期 所以當時醫生跟我說 可能我的仇命只剩下半年 我在想 如果他們去一年 那是否代表 如果我捱不到一年 是否大家就此陰陽相隔 所以就開始了在Facebook寫自己的故事 主要是給他們看的 所有事情出外之後 就有很多人去聯絡 包括一些出版社 所以就有這個機會可以出這本書 最好的日子 其實是最壞的處境 即是癌症復發 又沒有錢去醫病 這個情況 因為那時候 我接受了報道之後 那個反應是很踴躍的 是完全超出我的想像 同時自己最好的朋友 就在美國那裡 去做一個網上的籌款 為我 他就剃光了自己的頭髮 我完全是很感動 很震驚 覺得完全想像不到 這件事會發生在我身上 因為覺得自己沒有好到 令人要為我這樣做 但是這件事就發生了 所以我覺得 原來自己有這麼多人在乎 就是一個 那時候完全是感覺到自己很悲哀 所以即使是那個很壞的情況 問題底下 自己也覺得很有希望 很有愛 整件事 就是一個最好的日子 最壞的日子 就是 其實那時候 已經開始有一個贊助 是醫藥費 然後 情況 照一些報告 都很好 開始看到腫瘤好像有改善 其實應該是好 那為什麼是最壞呢 就是因為那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自己進入了一個 類似是情緒病的情況 也原因不明 不知道是不是跟腫瘤相關 因為始終是腦瘤 還是怎樣 反正那時候的自己 應該是一個 躁瘤症 有躁瘤症的症狀 很難捱 那時候 特別是自己的家人 照顧我的親人 看到我有這個變化 都很擔心 然後我自己發現自己 好像出現了這個躁瘤症之後 自己也很走不出這件事 很困難 所以就反而在自己的病情 改善了的時候 反而自己是 跌落谷底 所以這段階段 我就把它 覺得是一個最壞的日子 所以整個書名 其實是 概括了我一直發生的事情 由復發到最後 跌落谷底 這個經歷 所以書名就是 最好的日子 最壞的日子 我最想通過這本書說 作為一個癌症病的身份 就是 其實我們看癌症 或者看任何這些重病 其實不應該是用一個 要跟它角力的心態 最主要應該是 要跟它共存 要想想怎樣跟它相處 這樣會是一個 我認為是一個 比較舒服的態度 好 下屁股 好 照顧 好 沒有 沒有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